回顾14年的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军队共进行过大规模的会战22次 重要战役200多次 以血肉之躯抵挡了日寇的侵略 其中中条山战役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提的一场 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国军就伤亡近10万人 而日军伤亡只有3000人 被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931年 后 日军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7年 卢沟桥事变 后 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由此开始 面对日寇的侵略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抵抗 接连打响了松鼓会战 太原会战 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有效迟滞了日军的攻势 不过 由于某些人执行了片面抗战的路线 完全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劣势而执意 硬碰硬 大量国土不断沦丧 到了1938年10月时 随着广州 武汉等地的相继失守 中日两国谁也无力迅速改变当前局面 于是 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职阶段 而中条山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的南部地区 是太行山与黄河形成的一道天然屏障和依托 处于华山和王乌山之间 整个区域呈现出自东北向西南的狭长途条走势 故而得名 中条山 此地 是日寇进入近南地区和陕西省的必经之路 而且还可以威逼到北都重庆的安全 中条山的主峰 名叫雪花山 位于永济市的东南方向 海拔将近两千米 临近关中平原和河洛平原 是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交界处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难怪 近代诗人赵子珍 曾在提风林渡中这样表示 易水沸南北 中原七字泉 云山连进壤 因数入秦川 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以后 中条山已经成为国民政府 在正面战场位于黄河以北的唯一前途区域 可以说 他像丁子一样 牢牢卸入了日战区 牵制了大量的日军 无法继续南下 太原会战失败后 阎西山在正面战场已经无力抵抗 随着近随军的溃败 近北地区和近中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 无奈之下 魏力皇的部队和阎西山的部队 在近南地区完成了集结 希望能够继续阻挡日军南下 为了固守此地 已经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专门制定了作战计划 由第一战区司令魏力皇 统一指挥所有的部队 在我方紧锣密鼓布置的同时 日军也深知中条山的重要性 克服自身军力紧张 和战线过长的困难后 坚持部署了三个师团 驻扎在周边 期间 日军已经在中条山地区 进行了多次中小规模的进攻 但都被魏力皇打退了 始终都处于对峙状态 作为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 和蒋中正的五虎上将 魏力皇的军事能力尚可 可在国军队列中 却显得有些另类 面对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 魏力皇始终都坚持团结抗战 和乡人卫国 顶住重重压力 而未向八路军发起进攻 几乎与此同时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西山 却制造了 十二月事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顾住统却制造了 晚来事变 爱国高下立宪 为了警告 不太听话 得魏力皇 国民政府开始有意削减 中条山地区的驻军 此消彼长下位日后的 中条山惨败 埋下了巨大隐患 1941年4月 日本华中方面军 将第33师团和第37师团 都配属给华北方面军 统一调遣 又从关东军抽调了 两个飞行团 部属于运城和新乡两地 连同原先的华北驻军 一共组成了十二万的部队 统一由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多田郡指挥 正式开战前 多田郡已经制定了 极为细致和严密的作战计划 大致内容固下 已彻底击灭章马 园区支线以西的中国军 以大量消灭该线以东的 中国军为主要目的 为此以第41师团 第九独立旅团 第36旅团 第36师团 第37师团 和第16独立旅团为主 分由桑池至张殿 多处突破 直取园区 更其以西之黄河北岸 并以第33师团 由阳城向南攻击 以第35师团 和第21师团 由沁阳 温县向少元方向攻击 正式开战前 参谋总长和应亲 亲父洛阳召开军事会议 对于日军的战役 企图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认为其意在夺取中条山地区 并彻底消灭黄河北岸的国军 为此 他提出了主要的作战思路 第一步 分别由北向南河 由东到西侧营 与中条山右翼的各部 合力攻取高平 晋城 阳城 汽水等地 意图恢复1939年4月前的态势 第二步 与禁随军及第二战区 第八战区协力包围近南三角地带之敌 最低限度 亦需能确保中条山不失 根据这次洛阳军事会议的精神 国军制定了具体的作战策略 由第80军守卫中条山西侧 由第5集团军守卫园区 和桑池以西地区 由第14集团军守卫中条山北侧 由第9军守卫中条山东侧 除此之外 还调集四个军的兵力 配置于太行和太阅地区 以作为此次会战的外围侧营 1941年5月7日 日军分别从东 北 西三个方向 同时进反中条山地区 此次战役就此打响 虽然说 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 但长期的经营和固守 甚至还自吹自雷为 东方马吉诺防线 可谓是占尽了地利和人和 退十万步讲 国军即便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一战之力的把握 总还是有的 可是 由于派系太过于复杂 参战部队既有中央军 又有近随军 闪军 川军和滇军 相互之间都不信任 在开战之初 日军凭借着自己的空中优势 不断进行轰炸 很快就瘫痪了 中国军队的通讯和指挥系统 于是 陷入黑虾乱的国军 很快就纷纷落败 但仍然涌现出了 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 其中 滇军第三军军长唐怀元 死战不退 在留下 保卫中条山直至未遂 的一言后自杀殉国 从1941年5月7日战役开始 到5月27日战役结束 历时20天的中条山战役 以中国军队惨败而收场 据国民政府的统计 国军仅少将以上的将领 就牺牲了12位 校级以上的军官 达到了数百人之多 对于中条山战役 日本方面称为中原会战 即便是最死硬 和最乐观的主战派 也没有想到 这场战役 会赢得如此轻而易举 据日方编撰的 中国试边陆军作战史记载 中原会战中 中国军队弃尸四万两千具以上 日本军队战死673名 和负伤2292名 不过 根据165师中条山战役的回忆 和悲情中条山等资料记载 中条山战役中 毕伤敌官兵9900名 国军伤亡 中毒和失踪者 13751名 很显然 中日双方对于中条山战役的记载不尽相同 而且差别实在太大 但是 中国军队的惨败是不争的事实 可以说 中条山战役 是松户会战以来 抗日战场之最大损失 临阵换将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大计 蒋中正在大战之前 急召魏力皇前往重庆述职 甚至还将他长期软禁 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 他连具体的军事部署也不甚明了 因有不败之力 为了推脱责任 蒋中正只能选择 由魏力皇出来背黑锅 不仅免除了 他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和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而且还隔去上将军衔赴前 回到成都去奉养老母 直到1943年秋 他才被恢复其上将军衔 为认为中国远征军司令 打赢中条山战役后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俊 被晋升为大将军衔 调回国内去争取录像之职 不过由于遭到了皇道派的阻挠 他只能出任军事参议官一职 由刚村宁次 接替了自己的司令官之职 而且他还在1941年9月 布什渊瓦尔之后 也被强行转入了预备椅 即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都没有得到重新启用 综上所述 中条山战役 是国民政府 在正面战场的一个缩影 虽然有过努力 有过牺牲 但却始终都不得要领 即便如此 中国军队奋勇杀敌 和雪柱中魂的英勇事迹 仍然值得所有中国人 永远缅怀